花東兩線觀光低迷 花蓮 尤其嚴重 今天有兩家分別從越南 胡志明市和河內的包機旅遊團 直飛花蓮和臺東 為東部觀光 打了一劑強心針 而花東兩線也鎖定 東南亞團客 要開闢觀光性出路 三十號上午十點半 一架越南籍越界航空的 空中巴士 載著兩百一十二名 胡志明市來的旅行團抵達花蓮機場 花蓮縣政府特地派人到機場接待 贈送每人一份紀念品 台東機場上午十一點左右 也有另一架由河內來的越界航空 帶來兩百二十九名越南觀光客 由於這是台東機場第一次 由越南班機降落 機場特別在亭際坪噴水迎接 縣府也派出阿美族樂團在機場迎賓 這一批越南來的團體 會在花東進行五天四夜的旅遊行程 我希望是唯一的第一群人 去探討台東 安排五天四夜的行程 有三個晚上都是會落住在台東 但是也會體驗到我們的溫泉區的酒店 跟市區的一些好的景點 包機時航到花蓮 帶了那麼多的觀光客進來 對我們相當大的一個鼓舞 花東兩線今年的觀光景氣低迷 遊客比往年大幅減少 花蓮更是嚴重 縣府和公共業者都在想辦法開啤新客源 這次爭取越南包機直航 對花東爭取南向團客有更大的信心 遇到了這次地震的影響 有部分的遊客他們有心理因素 但是我們依然是不斷的推動海外旅遊 來台東旅遊 除了包機之外 未來能夠有定期的航班 能夠每一天都來到花蓮 都能夠帶來更多的遊客 除了這一批越南團客 年底前還會有幾次越南包機直飛花東 台東縣府表示 已經在洽談兩個東南亞國家的旅行團 明年就會有好消息 記者溫家凱 張明哲 花蓮台東報導